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180的數值 cos 1度 2度 3度 一直到180度 他的標準差是180度 k是等多少 我們曉得這個標準差是等多少 這個平方的平均值 扣掉平均值的平方 我們現在來看平方的平均值 s 平方的平均值 總共有180個數值 每個數值的平方加起來 k等於1 到180 cos 的平方 這個等多少 cos 的 k 度 的平方等於多少 等於是 2分之1 1加cos 2k 度 那這樣的話 這等多少 180分之 s 根嗎 k等於1到180 2分之2 1加cos 2k 度 這等多少 這個是等於 360分之 s 根嗎 k等於1到180 1 2k 度 再加多少 360分之多少 3分之多少 s 根嗎 k等於1到180 cos 的 2k 度 這個等於0 為什麼? 因為這是cos2度 加cos4度 一直加 加到多少呢? cos360 cos180 再一直加 180度 一直加 加到cos360度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看一個圓 2度的話 它會跟什麼呢? 跟對面的 2度加180度 就是182度 就是說 2度的會跟182 消掉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 會消掉 消掉最後呢? cos180 會跟cos360 消掉 所以逐一消掉 逐一消掉 就是說 最後的話 cos180 跟cos360 就消掉 所以全部消掉 所以這項等於0 那這項等於0的話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180 所以這2分之1 所以這2分之1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x的平均值 等於180分之多少呢? 等於180分之多少呢? 全部把它加起來 cos1度 加cos2度 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cos180度 好 讓我們知道 cos180 會跟什麼抵消? 會跟cos0度抵消 所以現在的話 它是從1度 到180 好 但是呢 這個180 跟cos0度是比較的 也就是說 cos0度 加cos1度 加cos2度 一直加 加 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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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180度 這個是等於0 所以這個就等到 這就是負1 這個把它移過去 因為是等於1 所以上面是負1 所以是 180分之負1 好 那給它平方以後 那我就曉得 x平方 減掉 平均的平方開根號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這個 2分之1的平方 那減掉多少? 180平方 2分之1 這個 180我可以抽出來 180分多少? 根號多少? 根號的話 這個就多少 嗯 這等於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 這個是 180 180分之90 所以 這是 90的平方 減1 減1的平方 所以 180分多少? 根號多少? 9981 8100 減到多少? 減到1 8100 8100 減到1 8100 沒有 9981 這是 這是 990 7 7099 欸 這哪邊算錯? 180 喔 這裡弄錯了 這是整個 這不用平方 2分之1 這裡是2分之1 這裡是2分之1 沒有平方 所以這應該多少? 這應該好 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 180平方 分多少呢? 分之180平方 然後 2分之1 2分之1 180平方 然後 減1 這樣多少呢? 這樣是等於 180 那根號多少? 90 乘以180 然後 再減1 那 90乘以180 是多少呢? 180 乘以90 987 12 7 91916 16200 再減1 16199 所以 根號裡面 是16199 所以 180分之 根號 16199 所以 K是多少呢? K是16199 所以答案是16199 是16199 所以答案是16199 所以答案是16199 2發 God